每次来成都都神奇的错过冒烤鸭 今天我们就来尝尝吧 就这 微辣跟白水似的 沫滴辣椒 我们要中辣了吧 就中辣了吧 谢谢 不好意思了 就是难得碰这一次 翻译 一红鸡蛋就醋了一根吧 大份11只 大份11只 三重暴击 四重 来四川就是离不开红油和辣椒子 好香 闻到味儿了 这是底汤嘛 直接淋在我们那个冒烤鸭冒菜的菜上 还有一层毛朵 我们的大份中辣冒烤鸭 四个人到六个人吃饭 你变身 饭也会来吃冒烤鸭了 毛朵 天呐 还是红油老香 老香 不辣就是香 油脂脂的冒烤鸭 接着一个小腿吧 这种吃烤鸭烤鸭更好吃了 深度的烤鸭爱好准 就是鸭子已经都很够味了 在尽上这个红油 我的天啊 这头已经好多了 我们点这一大盆才140块钱 真的是好便宜 好好吃 红油真的就是那种香味不辣 这个红油真的就是 因为各种情况 一常想做就吃不到这个东西 今天是蜡月初一一 我们吃到了 调两个大块呗 这是手还是短 好吃 来豚面 好爽 好下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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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一盆不能吃辣人都能吃 炒住 我们点的大份是一整只烤鸭的 量很足又便宜 我觉得比冒菜店的冒菜好吃 有的冒菜店做的冒菜只辣 只咸不香 烤鸭在里面就很特别 底下还有好多 出不来的可以自己在家试一下 做一锅冒菜 里面再点的是烤鸭放里面 这点就是个神仙组合 好爽 羡慕成多的饭 真羡慕 你看这个皮薄薄的 咱俩那个菜都在下面呢 烤鸭肥肠 你咬到鸭子的油的时候 那油也是滋香滋香的 我这个腊筒吃的好吃 而且还不停吃的 还是真的好吃 我是真的好辣 这是头吗 这是头吧 没啥肉 脑子上没啥肉 歇会 真的吃的好爽 我的碗吃的都快剥僵了 好脏好吃的 行吧今天就这样吧 我们那脸盆是洗脸的 人这脸盆 是 笑一下 我们再重说一遍 我们那的脸盆是洗脸的 人这脸盆是装大倍冒烤鸭子 多点赞金售的 分享我们明星见吧 拜拜 今天我们在成都去吃一家 又便宜肉又多的冒菜 都知道 要拿号吗 自己画是吧 我把钱写这里是吗 对就15次 烤鸭有5块钱的 有10块钱的 有15到20的也行 半只多少 半只15 不是 人家没有半只 就是有5块的 10块的 15到20的烤鸭 还都挺便宜的 都5块10块的大部分 我上了一个冒菜味的头 早上几天开门 不是我们的 我们点160的 应该份还挺大的 这个看着不错 我们应该要一份冒猪血 肯定很下饭这个 后面是调底料的地方 哇 哇 浇上拌好的这个 辣椒油的各种料 总是海浪兄弟 对 可以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 姐说好好好 海豹兄弟进去了 这儿这儿这儿 太大了这一份 这是我们1块钱的米饭 我们给很多给饭友捞起来看一下 里边啥都有 上次吃完这个东西我就忘不了了 辣吗 不辣 我点的是微辣的一点也不辣 还有一个腿 我怎么还是个鸭腿 我觉得成都的冒菜点中辣都还好 中辣也不会辣 肉腎都在下边了 好香啊 真的像我们这种外地咱成都的 有一个肉丝能吃上一次火两次 真的就很幸福了 就贼姐馋 你要不要来一个 你吃吧 你不要有着愧疚之心 我有点愧疚不好意思 说一下是没了 你夏天来我就去吃米粉 米粉多了 好 我们点一个吧 点一个吧 我们要一个米粉吧 姐可以 谢谢 烤鸭 加水旺红岛花 我们总共花了160多块钱 在我们这罐猪血肠上 好嫩 谢谢谢谢 哇好好看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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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 那我就不吃了姐 哈哈哈哈 谢谢 客气 这个好看啊 冰冰凉凉一下 真的好吃 好吃 是米露的 我们还加了方便面 哇 可得小心一点 要不这一身衣服用的嗓 好不容易来成都买了一个超牌 哈哈哈哈 还很便宜 嗯 有些电太阳气都不敢进 肥肠 我就小小时候跟那个女姐说了一下 我多要两个鸭腿 结果我吃到了五个鸭腿的 哇 牛肉和千层肚 嗯 大鸭肉 好吃 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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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 早上吃这个微辣的真的就很合适 牛丸 好吃牛肉丸 我以为这160块钱吃不完 现在一看一下 160块钱好吃的真的能吃完 哈哈哈 鸭肠毛肚面 好吃 真的很适合不怎么能吃辣的 猪蟹 好吃的猪蟹 不接受不了猪蟹吗 嗯 我是一个开始的说不敢吃猪脑花 我觉得特别恐怖 看别人吃我都害怕 来烤吧 好爽 爽的我哟 哈哈哈 真的就是吃到好吃的 吃到自己特别喜欢吃的 就会很开心 下次你们来成都也可以感受一下猪各种菜 猪各种肉 猪的还很好吃的 猪菜 而主要还便宜 就这样吧 天哪 刚开始来说看这边烧烤 放这么多辣椒都快被吓死了 差挺大的两个钱一串 两肉串 嗯 甜 好好吃 真是各地烤肉的味都不一样 好吃 嗯 好香 油香油香的 肉新鲜 这个串就很嫩 都是今天卖的了吗 今天卖的 哇 你看这烧饼 烤到上面那个油 噶啦噶啦的 哦 被这个辣椒给围攻了 它这个烧饼是我见过颜色最 最红了 火啦啦的 就是一个被辣椒裹满的饼 就你咬这口的时候 那个羊油味 那个羊油的香味 瞬间就爆满你的嘴里 嗯 嗯 贼够劲 这烧饼贼够劲 一点你都不会感觉到肥肉的腻 辣子很香 嗯 它是放完辣子之后再烤 然后烤一会再放上辣子 然后再烤 吃上这个辣子 辣子的焦香味 二十个根本不够吃 第一遍辣椒 味儿香 你这一晚上得烤多少个呀 两千多少 一把两分钟烤熟了 嗯 第三遍了 二十个 二十个 烧饼夹肉 看 画了个赛 刚烤完的串 直接夹到烤完的烧饼里 哇 虽然我已经吃撑了 但是我看到了这个我好像炫一口 我心爱的烤饼加上我心爱的串 要不要这样 大半夜呢 你们是不是大半夜在看 借着那个小姐姐的话 她说这么吃会更好吃了 饼夹刷羊油包羊油 嗯 那边饼特别松软 里边特别焦特别嫩 绝美味儿 哇 就这么一卷就这么一夹 板筋 板筋 板筋是那种新鲜的板筋 不是那种泡发的 梁然 你咋了 你没吃过这样口感的板筋 咋了 我记得我每天吃板筋都这样吃的 然后 越疯狂的嚼 这个板筋怎么这么软 又把它带点韧劲 这个就好像你嚼了一个可可可糖似的 坦坦的板筋 而且这个板筋 你吃到嘴里说还会黏糊糊的 我没有 羊尾果 对得下点小酒 可成了这把羊尾果 我天哪 我天哪好成啊这个羊尾果 第一次吃这个东西 这怎么都这么嫩 太够精细了 就在一个铁门门的后面 小哥一晚上又烤两千双 好好吃 能撕一条下来 撕 比吃鸡脖子可容易多了 它的辣有点不辣 但是锅慢了 吓唬人的 不辣 肉筋最好吃 然后羊尾果 烧饼也好吃 烧饼和肉汤不分伯种 我还要吃 吃的这么重 真没想到有一天是羊尾般 征服了我 而且一点没山味 今天就这样 特别满足的一顿夜宵烧烤 特别满足的一顿西北狂野烧烤 隔天单鸡肉的饭 我们明天见 拜拜 菜花多少钱 140块钱 吃了一框肉